持續關注國內疫情 今天又新增了兩個儘管移入個案 分別是從美國跟日本回來的國人 這個案516 30幾歲的男性 曾經在美國接觸過確診者 也發病了 但是9月20號回台檢驗 卻是陰性 就在居家檢疫期間 他開始咳嗽之後 才確診 而至於旁邊 這個是案517 他40幾歲 也是在日本就發病了 但被認為是感冒 結果回台檢測之後 才確診 美國疫情不斷攀升 除了總統川普確診 台灣二號新增的兩例 境外移入個案 其中就有一例 也是從美國返台 案516是台灣人 八月在美國接觸過確診者 而且還有發燒 嗅覺異常等症狀 9月20號回台灣檢驗 是陰性 不過就在居家檢疫過程中 又開始乾咳 再採檢確診 我們會認為 他的確是在八月 可能是在八月底 就已經開始有這個症狀 就是他是屬於發病比較久 另一例案517也是國人 在日本工作期間也出現腹瀉 嗅覺異常等症狀 9月30號返台 採檢確診 而面對一例例不斷新增的 境外移入個案 現在美國總統確診 是不是會影響疫苗取得進度 指揮中心說預計10月上旬 就會匯款給COVAX 至於疫苗進度 本來簽約的時候 就沒有明定提供時間 川普染疫也讓指揮中心再次呼籲戴口罩的重要性 指揮中心說疫苗奇程未定 在那之前民眾一定要戴緊口罩 才是真正預防病毒的不二法門 華日新聞網信張榮甫 台北報導